师傅叫我洗衣服 可是啊 这个袈裟就是看起来脏脏的 又破破的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怎么办嘛 到底该怎么洗啊 真是 顿得我的腿好痠 洗的手也好累好累哦 叫你去河边洗几件袈裟 大半天的都没看到你 原来你跑回来这儿了 师傅 我也很热情地听你的话 一直洗衣服 可是这几件袈裟 怎么看起来 那个颜色啊 脏脏的 又破破的 我已经用光我所有所有的力气 洗了半天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怎么办啊 师傅 原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洗衣服 洗这么久的原因啊 来 让师傅告诉你 为什么袈裟是这个颜色 又为什么 看起来破破的 像是补过的一样 袈裟是僧尼们的法衣 又叫做坏色衣 代表对外在无欲无求 所以法衣坏色 不求美艳 而袈裟会破破的 也是因为是用碎布块缝制的 这样就不容易被变卖掉 或作为别的用途 这样的解释 你可明白了 哦 原来如此啊 害我以为 袈裟脏了 又破破烂烂的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